《山寨探望十六!你不要騙我!三之一!》 高偉健1984年出生 他做過珠寶公司民縣 青年協會民縣 身材胖胖 患高血壓和糖尿病 和父母一起住 2013年4月開始 他串通自稱聖宗律師和聖女CID 說因為涉及黑錢案 資產被凍結 自稱無辜 聲稱多次自殺入院 向教學中學老師譚錦聖借錢 答應會還 6月23日 兩個人定立書面協議 甲方高偉健 月方譚錦聖 甲方與月方現就雙方之債務重整 直至2013年6月23日為止 甲方現欠月方港幣1492,730元證 並未計算任何所衍生的利息及手續費 現立此借據及聲明為證 高偉健承諾將於2013年7月31日還款 定立借據沒多久 高偉健因管有兒童色情刊物 判監6個禮拜 赤柱東頭關道70號東頭懲教所服刑 囚犯編號375802 7月5日高偉健寫信給譚錦聖 譚Sir 對不起 我使你失望 可能你現在生氣我 但我現在只有一個最後的要求 就是等我出落後才給機會我向你解釋 你和子琦是我現在最信任的人 希望你能答應我 今天林律師透過福利官向我說 秀貿平警署給我再轉保釋 謝謝你的幫忙 在我出獄時 希望你能忍耐 等我出獄後 你就明白和之前發生的事 你幫我很多 我知道的 我明白的 我會生性做人 現在我最希望你只要等我 什麼都不要做 我一定給你一個滿意答覆 你 子琦方面 我真的很愛他 我沒有跟他講我官司的事 和講完我的事 是因為這幾年 因為官司 我的壓力 所以我很想保護他 可能我用錯方法 但我真的很害怕 子琦現在是我的精神之處 我知道你們都很生氣 但希望你們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我出來之後 會一五一十 向你們講完所有事 我真的很害怕會失去他 子琦給我一個機會 出來向你解釋 譚Sir幫我最後一個忙 等我 幫我和子琦說 希望你們回信給我 等我安心 放心 過完這十九天 2013年7月9日 高惠健又再寫信給譚錦勝 譚Sir 今天是2013年7月9日 不知為何 在裏面時間過得特別慢 現在身體都被之前差 出去要做身體檢查 我之前的信 你收到未 我等你回信 另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等這個林律師很多天 請安排他盡快探我 我有重要事要和他商量 今次這個教訓真的很大 我很後悔 在這裏我反思很多事 有很多事想跟你說 可以給我一個機會出來說嗎 我每天都在這裡倒數 希望出來可以真心坦白 向你和子琦面對面說 這三年在我身上發生了很多事 希望你和子琦在24號上午9點來接我 我知道早了些 但我想一出來見的是你們 最後請幫我兩件事 一交我電話費 三台的WhatsApp號碼 幫我開台 二記住叫林律師找我 有很多重要事 我到現在都未知轉了哪一天 等多我十幾日 不好不理我 幫我 回信給我 高惠健又寫信給譚錦勝 譚Sir 今天遲2013年7月10日 昨晚發了過夢之後 一直呆到天亮 過夢是說你和子琦不理我 當時真是很害怕 我問過懲教署的人 我轉單譜的日子 他們都問不到 我是很擔心 什麼都不知道 可以幫我儘快叫林律師找我嗎 我知道你現在很生氣我 但請幫我叫律師來 等我2013年7月24日放監後 親自向你解釋和還錢給你 我現在每天只是在等 好害怕好擔心 14號9點上午來接我 記住等我接我幫我 譚Sir 記住答應我的要求 我出來你就明白 幫我勸子琦來接我 2013年7月11日 高惠健連續寫信給譚錦勝 譚Sir對不起 不知為什麼 我每晚都做夢 夢見你和子琦不理我 那種感覺很辛苦 現在我覺得自己叫天不應 叫地不聞 希望早點回覆 出獄的日子又少一天 還有十三天 出來真是很想馬上見到你們 真是希望你們在門口等我 我很想見到你和子琦 每晚一想起就想哭 譚Sir 可以等我嗎? 可以等我出來解釋嗎? 可以接我嗎? 可以回信嗎? 我每天等律師等回覆 但每天都落空 真是很害怕 我出來會帶你和子琦解釋 你們就會明白 譚Sir求你等我出來 求你幫我 勸子琦給機會給我解釋 求你叫律師幫我 我一直等你的回信 給點支持我 我不會使你失望 我下半身和幸福在你手 幫我等多我十幾日 譚Sir 求你等我 接我 給機會我解釋 我不想沒有一個我尊重的老師 2013年7月12日 各位仍然不間斷寫信給譚錦盛 譚Sir 為何到今天還未收到你的回信 是否你已經不理我 我很害怕 現在連最後一個人都不理我 還有12日 你都不等我? 我真是很想你們會等我 給機會我解釋 譚Sir 有時我幾覺得為何我這麼尊重你 因為你給我感覺到平凡是福 子琦我真是很愛她 今次打擊對我好大 我失去了很多東西 但我絕對不想失去你和子琦 我對你亦師亦友 對子琦以當她為老婆 你當可憐一個舊身都好 給機會我出來向你解釋先 錢我會還到 子琦方面 求你勸她給機會去解釋 我不期望子琦會一次原諒我 但最少都給我坦白 還有12日等我接我監 24號上午9點鐘 不要放棄我 在這什麼都做不到 我只可以每天寄信 求你不要放棄我 今天已經星期五 2013年7月12日 律師還未到 好擔心 好害怕 譚Sir幫我 求你給我一個機會 等你回信 外傑出去之後 沒有做事 用不同身份接觸不同的人 欺騙他們的錢 沉迷賭博 譚錦勝 要求他還錢 不久 高惠健 走到大陸 要求譚錦勝 再借錢給他 2013年9月 高惠健 由內地回香港 被警方拘捕 警方沒有足夠證據 放了他 他打電話給譚錦勝 叫他找律師 最後人間消失 譚錦勝在網上系列式發表了34則錄音 高惠健 香港詐騙實錄 騙徒高惠健 HKID Z393 年齡 大約30歲 藍 身形 肥仔 戴眼鏡 高惠健 是我多年前陳教授的一名學生 2013年6月 陳恩本有兒童色情物品 而被判監6星期 2013年4月起 他串同一名自稱聖忠的律師及女性CID 說他因罰黑錢案而資產被凍結 他亦自稱無辜 而自稱多次自殺入院 當我無法再幫他時 他會說自殺 貿運送為禁品賺快錢 銀行及財務公司分批貸款後 再借錢給他 結果 騙徒8月份圖上大陸 及要求我再借錢給他 回港後 曾致電給我 叫我找律師 最後騙徒人間消失 對話日期 2013年4月12日 主要內容 騙徒說因涉罰黑錢案而資產被凍結 需要籌盤打官司 對話日期 2013年4月13日 主要內容 騙徒扮可憐 找不到人借錢救命 對話日期 2013年4月30日 主要內容 自稱女性的CID 講述高偉健自殺 入院後不久便偷走了 我用手機短信通知高偉健後 他便立刻覆我 指聲帶含有兩段 高偉健自稱醉酒後 做出商人等事項 陳入院 今天偷走了 對話日期 2013年5月1日 主要內容 呂Sir拘捕了高偉健 現在拘留室 沒錢保釋便會轉送荔枝國 騙徒高偉健 要求本人 存款到他的戶口 作保釋金之用 對話日期 2013年5月7日 主要內容 自稱呂Sir的同事 說高偉健 沒有出庭應訊 他即將被通緝 對話日期 2013年5月8日 主要內容 呂Sir說高偉健第三次自殺 律師沒有出現 亦相信他事無辜的 高偉健辦可憐 說出只有律師才可救他 然需要數萬元 以繳付律師費 擔保費和心理報告費 對話日期 2013年5月9日 主要內容 中性律師說高偉健已被保釋 現正在家休息 對話日期 2013年5月10日 主要內容 中性律師說 會聘用廖大狀及李大狀 彈欠律師費 而高偉健的前妻會匯款給他 而案件會轉移到高院 對話日期 2013年5月11日 高偉健的內容卻要 今天約了廖大律師 李大狀和津律師 前妻將匯款 美金三十萬個律師留 預計匯款一星期後 才可回到香港 成立信託基金戶口 以便星期一還錢給受害人 匯款到達前 如受害人不能再借錢給他 他會選擇幫朋友運為禁品賺快錢 中性律師的內容卻要 高偉健以繳二萬五千律師費 下星期二正式入稟高院 要求控方無條件釋放高 但法庭可能再延期宣判 前妻將匯款美金三十萬個律師留 到時在會計師、核素師和公正三人同意下 才可將匯款動用 預計下星期一匯款可到律師留戶口 戶口成立手續費二萬八千元 對話日期2013年5月12日 主要內容高偉健刑欠律師費 故選擇不到警署報道 求會幫朋友運為禁品賺快錢 以解決財政問題 最後我就5月13日 透支了一些錢給他 對話日期2013年5月14日 主要內容高偉健庭上應訊 求保釋金要五萬 我就是五線時提取了現金一萬數千給他 對話日期2013年5月15日 主要內容高偉健簡約自述現訪 而我就是該天借了數萬元給他 對話日期2013年5月16日 主要內容律師陪同高偉健到秀茂律警署落口供 排期到下星期三 即5月22日上庭 對話日期2013年5月23日 主要內容律師說改明篇 即5月24日續審 預計不會判監 但可能會判罰款共20萬 對話日期2013年5月24至27日 主要內容法庭罰款共20萬 現急於籌款 最後我就是受害人向銀行申請貸款 請問 請問 請問